佛教我们发现 从哪里起 从放下 放下 其情无欲 放下贪嗔痴慢 怀疑 就要放下 放下自私自理 放下财色名利 你才能入门 你才能够 真正断无修善 积功利得 前面所说的 断无修善 这才谈得上积功利得 功德的累积 就设置名贵 你不需要求 他来了 没有求富贵 富贵来了 没有求地位 地位来了 那没有求名利 名利也来了 来得怎么样 不可以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叫享受 这个果 这果果 会享受完的 如果 积的这个福德 不够殊胜 那是积了 积了 其作用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遇到不善的缘 又和你 又和你动心 那你做一些 确实的事情 谁做确实的事情 依既然 依旧在享福 这什么原因 因为你过去 修的有福德 那个福德 那个福德在支持你 让你享受 享受是 以前修的福 现在造的罪业 果报还没成熟 什么时候成熟 那个福相经的 现前造的 这个卧业果报成熟 这个成熟之后 就麻烦了 可能是四页 一百度地 可能是四度三度 这个时候 后悔也来不及了 年轻的时候 老师常常叮咛我们 人要有前后言 前后言什么意思 前言看阴 后言看古 一定要知道 善有善果 我有我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怎么能说会 时时刻刻要提高进去 明立先前 一定要想到 后不后一 后不后离 与离 与离 亦亦亦互互亦 不和离 不和亦 就不能碰 你要是接触 带来给你的是灾难 眼前有效力 后面有苦难 不能不知道 要好 再来 启 我 好 感谢观看